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76人占公路 真就是火星撞地球 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例行赛 这场比赛 不仅恩比德与字母哥的MVP之争 同时76人与公路 最后是可能在季后赛相遇的 所以这场比赛理应是季后赛级别的 最后给我们呈现的 也确实是他该有的样子 这场焦点拉战 哈登终于摆脱了焦点站拉胯的魔咒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常水准的哈登 整场球哈登的发挥 依旧是属于MVP级别的 最后 两队的核心人之间的篮下对话 决定了比赛 字母哥大茂恩比德 公路赢得了比赛 那么这场球 公路赢球 究竟是运气使然 还是76人和公路硬实力 依然有差距 这部影片 鲁鱼就为大家复盘这场比赛 其实这场比赛 如果我们只看双方的首发 76人并没有输 最后很可能还能赢球 76人这场比赛会输 就输在替普阵容方面了 比如对米尔萨普这个点 被连续爆破 比如 球在马克西手里 组织就会打得很随意 比如 尼昂拿到球 就只能中间掉 哪怕机会不好 打打弱队 这样的小瑕疵 葬送不了比赛 但打认真起来的公路 就很致命 这场 公路赢就赢在一个点上 就是当恩比德下场后 没有一个人 能限制住自母哥的冲击 恩比德在场时 无论是配合76人收缩篮下 还是收篮板 说实话 公路的进攻打得不舒服 他们的人定人策略 一开始对公路很奏效 可达到了第三节的时候 比赛的转折点来了 这时 恩比德不在场 自母哥是由米尔萨普来防 米尔萨普和自母哥对位的 巨大劣势 可以说是今天费城输球的关键了 要说防现在的自母哥 谁也防不住 可费城万万不该玩自爆 就像这个回合 恩比德不在 自母哥挡拆后 来到了第一位被打哈登 尼萨的协防意识已经很好了 可面对自母哥的内线碾压 尼萨协助哈登也奈何不了自母哥 自母哥直接抢起上篮打进 并且 自母哥这赛季的进化 由目共睹 尤其是在中距离和三分上 给人感觉更自信了 就像这个回合 拿篮板持球推反击 到了前场 看米尔萨普的防守往后退 给了自己一定的投篮空间 自母哥直接仰手命中 他全场唯一的一个三分 这个回合 又是自母哥推进到前场后 面对米尔萨普 直接加速两个大跨步 就把米尔萨普过了个干净 米尔萨普的脚步根本跟不上 第三节最后一攻 还是自母哥 面对双人包夹单刀直入 暴扣得手 到了第四节 李福斯做了一个葬送比赛的决定 第四节开局 当公路三巨头同时在场时 李福斯却将哈登 恩比德同时放在场下 场上阵容高下立判 这也是公路启示的关键 自母哥的进攻打得游刃有余 这个回合 自母哥接球之后 一个试探部 直接顶着米尔萨普 抢起上篮打进 这里 公路边线发球 米德尔顿直接往篮下送 76人根本没有人碰得着 自母哥接球又是强起 李福斯在第四节出 派出的无哈登 无恩比德的阵容 让76人没有一个人 能限制住自母哥 无论是快攻还是阵地战 公路想尽了办法 让自母哥在阵地战 甜点区接球完成终结 这个回合 自母哥切入内线这一下 我们可以看看 带走了多少76人的防守资源 所以阿伦才可以这么轻松地 在内线得分 不登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自母哥在攻防两端的优势 无限大的发挥出来 结果76人的这个阵容 让76人辛辛苦苦保持的比分优势 就这么被自母哥不到五分钟追回来了 等大帝回归时 比赛剩余九分钟了 而哈登等到比赛剩余六分钟时才回来 这也是76人的问题 哈蒂之外 76人的二阵没人能带得动 所以 76人外线组织者哈登和内线霸王大帝 不能同时下场 如果同时下场 就会被对手抓住这个点使劲走 而当自母哥下去休息的这段时间 公路还是可以和76人咬得住 虽然他们在防守端 不能完全限制住恩彼得 但大陆的存在 可以不断消耗恩彼得的体力 这就是76人替补席给自己埋的一个雷 自母哥这时候可以下去休息 恩彼得不行 于是在自母哥休息的这段时间 没怎么持球弓的米尔顿开始发力 你会发现在巨星体力使用方面 布登用得比老河流合理多了 恩彼得下去的这段时间 虽然米德尔顿和自母哥都在场 但你会发现 基本都是自母哥在发力 于是自母哥不在这段时间 米德尔顿开火 让76人防守单也有点顶不住 就这样 公路带着胶轴的比分 撑到了自母哥回来 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 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 布登又连续打了几个堆叠战术 就像这个回合 面对76人的人叮人防守策略 霍洛迪在湖顶位置持球 米德尔顿则借助自母哥在伐球线位置的掩护 上提到湖顶 再迂回到左侧45度位置 把哈登的防守带走 随后 完成了掩护的自母哥 立刻上提给霍洛迪再做掩护 然后顺下 米德尔顿的外弹三分 加上自母哥的内签篮下 牵制走了76人大量的防守重心 从而给了霍洛迪三分出手的空间 在获得出手空间后 霍洛迪果断三分出手命中 这个回合 公路再一次在湖顶位置打了堆叠战术 这一次 公路对进攻战术进行了略微的调整 上个回合是米德尔顿无求跑动 不与霍洛迪进行配合 而是让自母哥与霍洛迪进行挡拆配合 这一次 变成了米德尔顿与霍洛迪进行挡拆配合 为霍洛迪创造投篮空间 而又因为霍洛迪的投篮威胁 其实6人罚球线的两名防守人 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霍洛迪身上 就给自母哥创造了空切篮下的机会 公路的堆叠战术理念就是 同时发挥霍洛迪 米德尔顿持球投篮威胁 再结合自母哥的攻况能力 三瓶毒药摆给76人 看76人喝哪个 第一回合 霍洛迪投进了三分 于是第二个堆叠战术 让自母哥冲击篮下 让76人的防守不知所措 76人这场比赛 发挥的还可以 你说从双方首发硬实力相比 自母哥和恩比德相比谁更强 真的不太好比 哈登也好不容易硬了一回 但这其中加入了双方替补 和教练策略这些因素 76人真的输得体无完肤 看起来是76人只输了这几分 但末节这么多陷阱 都是李福斯不得不跳进去的 这还是哈登表现好的一场比赛 更可怕的是 李福斯的临场应变能力 这不是他的失误 而是他的常态 虽然不登这一点也不甚很好 但李福斯有点太过离谱 76人真的没有和公路打小阵容的资本 但是李福斯还真就敢这么放小阵容 让自母哥轻松追了十多分 纵观全场 公路就是那只打得更加整体和立体 彼此间配合默契度更高 攻防也更加平衡的球队 恩比德他很努力 他做得已经很棒了 这可能就是恩比德没输 76人输了吧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卢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卢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